香港下季的氣溫變得越來越高 香港創馬會一直以保障馬匹和賽事參與者 包括騎士、馬房和賽道職員 馬主、會員和顧客的福祉和安全 所以決定推行黃昏賽事 將頭場開跑的時間 改為下午較後的時間舉行 而今季就會由6月2日開始 直至7月14日薩科日 一共7個在沙田馬場舉行的賽事 都會推行黃昏賽事 馬會一直採取一系列措施 應對夏天酷熱的天氣 減少馬匹和賽事參與者承受額外熱力負荷 包括工業規模的噴霧風扇 縮短馬匹賽前和賽後的步驟 補充水分程序 降溫方法和專業的獸醫團隊 緊密監察健康情況 另外馬會亦有為戶外工作的員工 提供凍飲、散熱設備等等 而舉行黃昏賽事 可以令馬會現時應對高溫的措施更完善 可是希望老師們在想浮上 而建議更為了 能力對高溫的措施更適合 而建議更買高溫的措施 00